他曾是国家奥运会的预备选手 但背地里却是让人闻风脏胆的大汉匪 他一人对峙37名特警 激战了两小时 让人震惊的是 他竟然能全身而退 他就是位列中国汉匪榜单第三名的万光旭 万光旭能有多狠 恐怕连百宝山见了他都要吓破胆 那么他到底是如何从体育天才沦落到这个地步的 这一切还要从50年前开始说起 1970年万光旭出生于江西省永修县的一个普通家庭中 万光旭从小就对体育方面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 据同村的邻居回忆 万光旭从小就是个运动健将 不管是长跑游泳还是足球 他几乎是样样拿手 这种被老天爷追着赏饭的人 自然就得到了很多便利 年龄稍微大了些后 万光旭就直接被送进尸体攻大队 成为了一个七枪速射运动员 这个项目比较特殊 整个过程都十分考验选手的精准度和耐力 需要在20米开外的距离 使用小口径手枪连续发射60枚子弹 最后来计算命中的环数 这样的运动对于万光旭来说 简直是信守拈来 在每一次的比赛中 万光旭都是命中率最高的那一个 教练也经常夸他是天才性选手 除此之外 万光旭的心理素质也让教练感到十分惊讶 不管任何的大小比赛 万光旭都没有表现出紧张的情绪 每次参赛就跟吃顿饭一样稀松平常 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让很多人为之忌惮 如果按照这样的轨迹发展下去 万光旭的前途必定是光芒万丈 但有一句话说得好 性格决定命运 时间长了 队友们就发现 万光旭这个人暴躁无常 殷勤不定 经常会因为一件鸡毛碎皮的小事大发雷霆 最后事实证明 万光旭正是因为火爆的脾气 才终结掉了他美好的体育生涯 几个月后 万光旭在体校谈了一段恋爱 头一个月两人相处的都很好 但时间长了 女孩就发现了万光旭的臭毛病 觉得他这个人似乎有暴力倾向 于是 女孩就索性提出了分手 转而和一个足球队的男生走进 心胸狭隘的万光旭觉得 是对方勾搭了自己的女友 一气之下 他竟然把对方给海贬了一顿 事后 万光旭收到了严厉的通报批评 还被送进了小黑屋一段时间 因为有了屋点 万光旭直接遭到了开除 离开体工队后 万光旭却不愿意回到农村 他觉得 自己已经适应了城里人的生活 不想再回家种地 于是 他干脆留在了城里 打算混出个名堂 但他除了打气枪 根本没有一技之长 只能干一些苦力 心高气傲的万光旭 并不想当一个打工仔 于是 他直接当了一个街头混混 这段时间 他除了好事不干 其他的事情全干 他经常跟着一些不三不四的人 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动不动就赠送银手桌 万光旭如此消沉 最伤心的 莫过于他的父母 后来 父母为了让他收收心 就赶紧给他张露了一个媳妇 本以为成了家的万光旭 会有所收礼 但他实在太让人失望 婚后的万光旭 不仅没有为家庭着想 反而还变本加厉 向同伴打赌 说过不了两年 他就能成为百万富翁 抛下这句豪言壮语后 万光旭就撇下了家中的妻子 和几个同伴来到了广东 这一次 他带着更加邪恶的心 产生了更加疯狂的想法 看着大城市的高楼大厦 和四脚奔跑的汽车 万光旭瞬间萌生了一股邪念 他想用最简单的方式 来获取钱财 很快 万光旭就搞到了一把六四式手枪 有了这种东西后 万光旭瞬间找回了自信 他开始拿着家伙 和同伴们开启了罪恶之路 他被称作江西头号汉费 经靠着一把破手枪 流窜广东各地 狠起来 连家人都不放过 万光旭在广东各处流窜 专门对高档汽车下手 得手之后再转手卖掉 除此之外 他还问候各类商人 向他们索要好处 到手之后再拿去挥霍 靠着这样的方式 让万光旭积累了不少不义之财 他一口气包养了四个小秘书 每天过着土皇帝般的生活 他的妻子虽然知道他的丑事 但碍于对方残暴的性格 只能任由其胡懒 某天 万光旭和一个情妇 在老家的天堡里鬼混 这一幕刚好被他丈母娘撞见 丈母娘觉得羞耻 就指着万光旭的鼻子臭骂 让他以后收敛一点 可万光旭不仅没有觉得羞耻 反而还拿家伙对着丈母娘 警告他不要坏了好事 否则有他好看的 丈母娘吓得一句话不敢坑 只能默默离开 但很快 万光旭口袋的钱 已经维持不了他的挥霍了 为了快速敛财 他竟然把目光 放到了澳门富商身上 1996年 万光旭和同伴 绑了一个澳门富商 他让富商给家里打电话送钱 不然就要了他的小命 看着富商害怕的模样 万光旭还在窃喜着 能捞到一大笔油水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富商的家人 并未按照套路出牌 而只将消息上报 得到消息的工作人员 顺着线索来到了富商所在的位置 但可惜的是 由于万光旭的体能实在是太好 竟然和工作人员玩起了百米赛 最终躲过了重重包围 不过 逃跑的万光旭并没有那么幸运 还没出县城 他就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工作人员的例行检查 按理说 如果他足够沉着冷静 就应该不会暴力 但此时的他却十分心虚 居然掏出家伙 直接把对方送进了九泉之墙 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 万光旭已经背负了命债 如果真要判的话 足够他下好几次地 但让人三观尽碎的是 万光旭非但没有一点罪恶感 反而还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加猖狂 他给自己重新取了一个名字 叫龙小天 借此来让自己转运 接下来 他的手段依旧和从前一样 通过高档汽车来增加财富 除此之外 他甚至还直接潜进住户家中 进行疯狂的行动 这段时间 他就像幽灵一般咒服也出 干完坏事后 马上以最快的速度消失 很多老百姓晚上都不敢睡得太沉 但有句话说得好 不管是谁 只要他是人 就一定会有弱点和转类 万光旭也不例外 万光旭虽然看起来冷血无情 但他对自己的两个儿子却十分好 在外逃亡的这段日子里 万光旭经常在夜里思念儿子 有时候甚至还会偷偷跑回去看看 关于这一点 其实早在工作人员的预料当中 于是 就跑去给万光旭的家人做思想工作 只要万光旭回了老家 就要第一时间告诉他们 家人听完后 表示非常愿意配合工作 特别是万光旭的岳父岳母 早已看不惯女婿的座位 其子则更不用说 早就和万光旭貌合神理 这家人的爽快的确让人出乎意料 但又却在情理之中 面对万光旭这样的亡命之徒 谁都不想他在这个世界上多待一天 他绝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凶残的汉匪 凭借一己之力单挑一个牌 最终 他的结局如何 万光旭的罪恶 已经引起了家人的强烈反感 其岳父悄悄将他回家的消息上报 不久后 值班人员就接到了万光旭岳父的电话 电话那头急匆匆地表示 万光旭此刻正在家里看望孩子 接到消息后 作战小队立马展开部署 决定于凌晨时分展开行动 按照计划 万光旭的岳父会提前把大门打开 方便工作人员行动 但不知为何 其中一个小组翻墙进入后才发现 大门并没有打开 这就让他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突然 就在这时 院子里的狗开始了狂叫 这一叫 玄尊的狗都开始跟着叫起来 更离谱的是 万光旭的岳母以为院子进了小偷 就对着工作人员大喊 这一喊可不得了 直接惊动了正在熟睡的万光旭 工作人员心想不妙 已经打草惊蛇了 万光旭必定被惊醒 现在 敌在暗 我在明 危险程度直接提升了好几个度 没办法 作战小队只能以最快的速度冲上二楼 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万光旭不仅仅有一把六四 而且还有手雷 正当小队把灯关掉 准备趁黑冲上二楼时 突然听见两声巨响 两名工作人员瞬间倒地 就在这个间隙 万光旭跑到了二楼的阳台 想要在这里纵身一跃 从草丛中逃走 但他的这个举动 马上就被围墙外的工作人员发现 随后 双方又是一场激战 虽然小队是好几个人 但他们面前没有任何的掩体 立马就陷入了劣势 而万光旭则隐藏在阳台后 对着外面的人疯狂输出 时不时还会扔下一颗手雷 凌晨五点左右的时候 万光旭又窜到阳台的另一边 他发现 这边似乎没有人在看守 但他还是留了个心眼 他故意往下面丢了一个杂物 看看有什么动静 果然 几秒钟后 万光旭就看到了有几个黑影在晃动 见此状况 他竟直接朝着下面丢了一颗手雷 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 不过好在这个时候的万光旭 已经用光了所有的手来 没办法 他只能掏出那把六四 准备强行冲出去 他决定顺着楼梯逃到一楼 再从后门跑出去 而此时 原子良正在一楼进行搜索 听见万光旭的脚步声后 原子良并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悄悄躲在餐桌下面 静候时机 当万光旭走到一楼客厅时候 并没有发现桌子下面的原子良 原子良果断看准时机 朝着几米远的万光旭扣动了弯机 一声巨响过后 万光旭的腹部受到了重创 要是换作一般人 早已缴械投降 但他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 他竟然捂住受伤的地方 用尽全身力气进行反抗 原子良不敢恋战 只能慢慢退到室外 另一边 正在卧室待命的刘云生 发现了受伤的万光旭 见万光旭一瘸一拐 他认为这是个机会 于是果断冲出房间 决定来个先发制人 可没想到 由于枪法不够精准 没能击中对方 万光旭听见声响后 立马顺着声响来了个回击 就这样 年轻的刘云生 就这样永远地和他的家人 说了再见 他让人没想到的是 万光旭为了伪装 竟然脱下了刘云生的制服 并穿在了自己身上 没想到 通过这番伪装 万光旭居然跑出了重重布阵 并向后山的方向移动 这座山周围的地形非常复杂 内外都是密密麻麻的山林 而且山里面还有各种山洞 万光旭只要是上了山 恐怕神仙来了都未必能找到 幸运的是 其中一名小队人员 听到这边有异样的动静 立马跟了过来 最后 双方在山坡上迎面相撞 彼此之间的距离只有十米 煞世间 双方几乎是同时扣动的扳机 巨像过后 两人几乎同时倒地 此时 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也赶到了这里 看着地上奄奄一息的万光旭 众人一把将其按住 不过 人还没送到医院就挂掉 直到这个时候 所有人才算松了一口气 这个十恶不赦的恶魔终于覆灭 但让人心寒的是 工作人员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让人为之胆寒 一个原本可以有着灿烂人生的体育人才 却因控制不住情绪和欲望坠入深渊 万光旭用他的精力告诉我们 任何时候都不要走入歧途 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 屏幕前的你做何感想 我们下期再见吧